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看這些又大又肥的生蠔 真的隔著螢幕 都想一口把牠生吞落肚 不過慢著 你又知不知道自己吃了什麼落肚 我們在本港多個街市 合共買了18個生蠔樣本 交給專家檢測微塑膠含量 同來自大西洋的生蠔樣本比較 在本港出售的樣本 大部分微塑膠含量都超標 平均每隻蠔有超過12粒的微塑膠 而當中最誇張的樣本 更加發現含有54粒 微塑膠是指長、闊 均小於5毫米的微塑膠粒 研究發現本港附近海域受微塑膠污染 魚類等的海產質素自然變差 這些毒素其實會黏在微塑膠的表面 這些毒素其實會循著食物 一層一層去得罪 譬如蠔 蠔已經有很多微塑膠上的毒素 就算膠排出來 這些毒素都會遮除了脂肪或肝臟 譬如魚是吃貝殼的 牠已經吃了10個貝殼 這些毒素全部都會聚集在魚的脂肪和肝臟 但是人 譬如有再吃10條魚 變成這些毒素一層一層 即去到人道就會干擾內 這些毒素就會令到干擾內心肌 會致癌 甚至是影響生食能力 對人貝殼化育中的小朋友就更加大影響 食安中心指出 由2016至2018年 抽取1850個蠔樣本化驗 全部通過測試 但是現時未有就微塑膠 在食物安全方面定立標準 環保署表示 有關微塑膠環境監測方法 國際間現在都未有一個統一標準 處方計劃參照主流做法 對本港水域微塑膠含量 做基線調查 都望記者 曾卓文報道